关于电影我一无所知 大家好 这里是小强聊个片 今天呢 我们聊的是春节档动画电影深海 首先说结论啊 如果你问我春节档的最佳影片是什么 那么我的选择不是前面三期聊的 流浪地球满江红和无名 而是我今天要说的深海 所以呢 我选择这期节目作为整个春节档影评的压轴戏 这期节目呢 之所以脱更了三四天 一呢 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国曼 在这一期的节目里呢 我们不仅会聊到深海 还会对国曼近十年的作品做一个总结 因为担心说的不够清楚呢 我做资料准备的时间比往期都要长 另外为了更准确的掌握信息呢 我也专门用微信询问了中国动画产业的行内人士 包括一些知名的导演 制片 投资人等 希望呢 为大家带来一期高质量的节目 接下来呢 我们正片开始 那是大海的最深处 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那里 深海很深 今天我们就从三个角度聊一聊这部电影 首先我们聊一聊深海的第一个特点 在聊深海的技术创新之前呢 我先说一个旧文 在2020年3月18日 国际计算机协会宣布呢 将2019年的图灵奖 授予两位皮克斯的联合创始人 他们分别是计算机图形学专家 帕特里克·汉拉汉和爱德文·卡特姆 图灵奖可以成为这个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在计算机领域里呢 图形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总共拿过两次图灵奖 而这个图形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可以说完全是靠娱乐 正是人们对于这个动画 还有电子游戏的娱乐需求呢 引领着图形学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所以啊 这个农耕文明说的玩物丧志 在这个时代是完全不适用的 从小就不务正业的我呢 深深的被游戏和动画所吸引 可以说是亲历了动画 从2D到3D的全程发展历程 很多事情呢 当时只到是平常 但是今天回看呢 的确是革命级别的技术创新 1984年 那年我才刚刚两岁啊 还不知道计算机是个什么东西 而在遥远的美国呢 卢卡斯影业的动画特效部门 就制作了这部人类历史上 第一部3D动画 名字叫 《安德鲁和威力的冒险记》 也许这个小蜜蜂和木头人的 两分钟小故事啊 在白雪公主啊 米老鼠 阿凡提 齐天大圣面前呢 显得毫无存在感 在当年呢 只有超越时代的天才 才能发现这部短片的画时代性 3D技术 它不仅仅能够制造出 以假乱真的侏罗系公园 为传统的电影特效打打零工 而且呢 还可以凭空制造一个梦中的幻想世界 成为未来动画的主角 1986年 被苹果董事会赶出来的乔布斯 花了1000万美金 找来了前面我们说的帕特里克和埃德文 成立了画时代的动画公司皮克斯 1995年 那年我初一 从好朋友家的VCD上呢 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3D动画长片 玩具总动员 当年的国内 VCD和录像带市场呢 除了港片跟好莱坞的大片之外呢 还充斥着大量廉价制作的好莱坞B级片跟恐怖片 小的时候呢 我是看迪士尼长大的 但是这一次呢 我第一次在一部动画片里看到了熟悉的人玩鬼 驱魔人 这些经典恐怖片里的镜头 这部动画片呢 毫不掩饰对人类男孩这种残暴天性的描写 另外呢 两个主人公 一个自卑 嫉妒加小心眼 一个自大无知 却只是一个量产的伪英雄 这样的设置呢 完全颠覆了当年只有14岁的我 对动画片纯洁的幻想 就像吃了禁果的亚当夏娃一样 完全打开了我对动画片的认知 今天呢 很多观众一说起动画片 还是有一种刻板的印象 认为呢 是拍给低优观众看的童话 我要对这样的观众说 真的是要改一改你的偏见了 好的动画片呢 很容易让人沉浸在情节中 但是却很容易忽略动画背后的故事 在玩具总动员的背后呢 是科学家们研发出的 Rindman计算机图像渲染体系 以及电脑辅助制作系统 这些划时代的技术 一旦发明出来呢 并不是拍完一部电影就完事了 而是为所有后来人提供了一整套生产工具 从玩具总动员之后呢 Rindman一直是皮克斯的核心渲染技术 不仅用于皮克斯自己的动画片里 也用在了很多著名的电影里 比如说这个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 阿凡达 还有比特杰克逊的指环王 可以说好莱坞的大制作电影中呢 很多都有它的影子 从动画电影进入3D年代之后呢 几乎每一部大制作的3D动画电影 背后都是从数十人到数百人的技术研发团队 这也导致了计算机图形学呢 不断的革命迭代 1999年 在玩具总动员2中 为了让人类的皮肤看起来更自然 跟玩具的材质区分开来呢 皮克斯研发了专门为人物皮肤添加毛孔 质 胡须 阴影等细节的软件 2001年 为了展现怪物公司里毛怪的300万根毛发 皮克斯成立了研究模拟的部门 发明了让头发衣服等跟随着角色运动的技术 并且做出了一款专门计算运动的模拟器引擎 在赛车总动员里呢 皮克斯研发出了这个光线追踪 用于处理阴影和反光的细节 在超人特工队里呢 皮克斯研发了专门处理人体骨骼和肌肉的程序 在飞乌环球记里呢 皮克斯为了处理上万个气球 专门做出了一款物理模拟器 最值得一提的呢 是前两年迪士尼的疯狂动物城 为了让250万根毛发的猪地兔 看起来像是真实的动物皮毛 迪士尼动用了上百人的研发团队 在显微镜下呢 研究各种动物皮毛 并且实现了动物所有的毛发 都可以在户外的镜头中呢 做出实时的动态 可以这么说 动画的每一次进步呢 都直接影响着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1990年 中国新闻联播片头里 这个转动的地球 到今天 拿起你手机就可以解锁的人脸识别 这些呢 全部与3D动画的发展息息相关 当然 拍一个电影 如果还要做研发 将会直接导致这个电影的成本飙升 可以说 每一部精心制作的3D动画电影呢 成本动辄轻轻松松超过几个亿 远远超过了市面上大部分的大片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中国动画呢 曾经取得过娇人的成绩 但是在3D动画的时代呢 由于高额的成本和市场并不买账 中国的3D动画长时间的落后于美国 但是这一切都是从2015年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呢 田小鹏导演的《大圣归来》上映 这部3D动画创造了6.2亿的票房神话 为了完成这部3D动画电影 田小鹏导演花了8年的时间 不过时间的成本还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由于投资巨大 在第三年的时候 整个剧组就花光了所有的投资 田小鹏导演呢 不得不找妻子 父母甚至岳父岳母去借钱 最终才完成了这部3D电影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70后的田岛 它是一个技术控 所以呢 在拍第二部动画长编《深海》的时候呢 它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要做技术研发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科研啊 而是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服务 大家也知道啊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拍出过爆款动画的田岛呢 根本不需要去干这个 跟挣钱毫无关系的事情 但是田岛的想法不一样 它一定要在3D的世界中 展现出中国传统的审美的这个水墨效果 并且呢 在自己的下一部作品中展现给大家 这就是《深海》中让所有人惊艳的水墨粒子技术 我曾经询问过相关的技术人员啊 这种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专业人士的回答呢 是使用了巨量的粒子动力学计算 来实现水墨的效果 虽然这个解释听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实现起来 真的是困难的多 需要大量的美学和技术测试 毕竟3D的技术呢 特点是写实 而水墨化的特点呢 是虚 为了让这两个矛盾体结合起来呢 田岛的团队做了大量测试 从2016年第一张概念图诞生 到这张图动起来 就耗时了整整两年 在影片开头的这个《披海》镜头里呢 单镜头粒子特效多达100余层 粒子数量呢 高达几十亿 负责这个镜头的特效师呢 原计划用三天来完成这个镜头 结果整整生熬了15个月 才做完这个镜头 为了要把我们东方独有的美呢 用技术研发的方式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都已经不能算电影的范畴了 应该算科技公关 大家也知道啊 在疫情之后呢 中国的电影市场极度萧条 即使是田小鹏这样的金牌导演呢 能获得的资金也大打缩水 而深海的制作成本呢 由于这个研发的时间很长很长 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预算 最后呢 田岛又一次到了这个破产的边缘 最终呢 万幸的是这个封控结束了 深海在今年的春节党如期上映 在春节党呢 这样一部探讨人物内心的电影 也许并不适合全家观看 票房呢 至今也只有七个多亿 远没有达到13亿回本的程度 但是田岛呢 用七年时间把这个梦给做成了 这场不自量力的冒险 最终成功的与观众在大荧幕见面 这个梦感动了我 震撼了我 也让我充满感情的完成了这期节目 平时呢 油管节目看多了 总会觉得呢 世界灰暗 但是总有田小鹏这样的导演呢 带给我希望和光明 中国的小粉红们 总喜欢说什么弯道超车 说什么后发优势 我想 只要是在某一个领域做到定级 都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值得一变的谎言 科技的进步呢 绝对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言 他是一代又一代 同心未免的科学家 耗费着大量生命熬出来的一点点成就 后发的你呢 虽然可以拿来主意 把这些成就拿来自己用 但是却完全搞不懂这个玩意儿 究竟是脑子哪根弦搭错了被创造出来的 又是经历了怎么样的挫折和迭代升级 才变成了你随手可用的成熟软件 你以为你掌握了一个现成的软件 一个代码就可以跟全世界叫板吗 当然不是 这些年天天被人卡脖子 究竟是为了什么 正是因为别人有这样的土壤 所以可以不断的有新点子出来 软件也可以不断的升级 而作为模仿者 精通逆向研发的天朝可以轻松的做到从一到零 但是从零到一 这个是超不来的 只有像田岛这样的神经病 与全中国逆行 跟钱有仇花了七年时间 才拿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成绩 前几天我看到导演在道歉 说看起来这部电影要亏钱 是自己的任性没有让投资方获得收益 我看完这个新闻 就感觉特别他妈的心疼 一个人愿意花整整七年的时间 研发出一套新的技术 中间还要承担着投资人巨大的压力 和员工生存的困境 抛开电影如何 就这个精神 我就给予我个人最大的敬意 我愿意二刷 甚至三刷 也会安利身边所有的朋友去看 就在2月14号 我刚刚得到消息 动画电影深海的上映日期 延至3月23日 所以我衷心希望 每一个看过我这期影评的观众 一定要去电影院 感受田岛给大家带来的这场震撼 千万不要等刘媒体 或者是下载盗版来看 这部电影呢 它是只属于电影院的cinema 只有在电影院的大荧幕上 才能让你感受到粒子水墨的这种迷人的东方美学魅力 所以买票吧 去二刷吧 相信这部电影一定会带给你超出你预期的惊喜 聊完技术呢 我们聊深海的第二个话题 上面我们说到过啊 3D动画电影的制作成本是极高的 其实呢 不只是3D动画 传统的2D动画的制作成本呢 也是远远高于一般电影的 要制作一部优秀的动画片呢 一分钟需要的画稿 大概是700到1000张 所以一个小时呢 就需要五六十万张画稿 所以动画电影 一直是伴随着两个重要的元素 一个是疯子导演 一个是资本的支持 1937年 美国迪士尼制作出了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 白雪公主 当时啊 即使是财大气粗的迪士尼 为了制作这部电影 也是负债累累 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花费了接近200万美元 如果片子不卖作 迪士尼就一定会破产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 好莱坞最大的大片 乱世佳人 制作成本也才不到400万 好在呢 迪士尼这个疯子赌对了 上映后六个月 白雪公主帮助迪士尼还清了全部的债务 白雪公主首轮发行呢 总共获得了800万美元的收入 也开启了动画电影的时代 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呢 只有迪士尼这样的大公司 有钱有资源 敢拍动画长片 但是大家知道啊 中国从来是不缺疯子导演的 1941年 万赖鸣 万古禅 万迪环和万超臣四兄弟呢 就打造出了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 铁扇公主 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万世兄弟就表现了非常鲜明的东方美学特色 从简纸制作的人物 到中国古典绘画元素的山水 可以说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制作这部动画的时候呢 万世兄弟也遇到了所有动画导演一样的问题 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太贵了 整个剧组呢 画到一半就没有钱了 眼看这个项目要黄的时候呢 万世兄弟得到了当年上海滩最大的财团之一 圣匹华的上元银公司的投资 这部作品呢 这才最终得以完成 虽然受制于技术等原因 铁扇公主是一部黑白动画 比彩色动画白雪公主呢 略逊欲愁 但是在动画长篇的起点 在资本的加持下 中国和美国的两大动画狂人 做到了并驾齐驱 之后的中国呢 大家都懂得啊 动画狂人还有 但是资本没有了 所以动画长篇呢 也就消失了 一直到1957年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成立 中国的动画呢 才开始重新发展起来 当时的上海呢 汇聚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优秀画家 这其中呢 当然也包括动画狂人万世兄弟 虽然在那个大时代呢 所有的美术都是为了革命服务 但是这批上美厂的艺术家呢 我个人感觉骨子里很不屑 所谓的革命美学 毕竟呢 他们都是从民国过来的 有过这个正常的审美和美学教育 当时上美厂的厂长特伟呢 正是这样一个人 他对于这个苏联老大哥那套美术风格呢 明显的是看不上眼 所以呢 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 敲喜剧样式之门的创作方向 正是在他的庇护下呢 上美厂的这帮天才狂人们玩嗨了 创作出了一系列让全世界 至今为止仍然疯狂不已的动画经典 美猴王 天书奇谈 九色鹿 阿凡提的故事 小蝌蚪找妈妈 从创意到热情 满分 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当时这些天才们 可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创作上 完全不需要考虑钱的原因 因为都是国家拨款嘛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才有了大闹天宫这样的动画神作 不过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 这批艺术家人年纪大了 钱呢 也没有了 上美厂的衰落呢 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悲剧 虽然上美厂衰落了 但是呢 这些艺术家的天才并没有被浪费 他们的作品深深印在了七零八零后的脑子里 不仅培养了我们这代人独有的东方审美 也为中国动画在本世纪的崛起呢 打下了一个坚定的基础 在本世纪初呢 随着迪士尼这种狮子王大片的拍摄 还有这个皮克斯电影的崛起呢 动画电影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宠儿 但是在中国呢 动画长片想要崛起 是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 因为中国的市场观众呢 仍然把这个动画片作为低优的作品 并不认为它适合在电影院播放 所以呢 在市场认可之前 所有的探索者都是孤单英雄 这些动画作者们呢 凭借优秀的专业素质 本可以在市场经济下活得风生水起 但是他们呢 却选择了动画这条最难走的路 中国最老牌的动画民营企业 北京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在市场的冰河期 我也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样的精神 完成了这一中国动画的破冰壮举 三部动画呢 制作非常精良 但是都没有很好的票房 这也耗尽了制片人 武汉青的生命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 因为结肠癌肝转移 不幸去世 年仅53岁 在那个年代呢 动画仍然是没有被广大观众认可 但是随后田小鹏导演的大胜归来呢 就获得了6亿的票房 看到国产动画片被市场认可 资本市场呢 也终于向国产动画敞开了怀抱 光鲜传媒成立了彩条屋影业 专门从事动画创作 一口气投资了13家动画公司 筹备了22部影片 说起来挺可怜啊 在资本眼里 这些最纯粹的动画人呢 反而成了最好的风险投资对象 一个优秀的动画创作团队 基本上都是主创人员为爱发电 往往只要几百万就可以完全控股 拿下10家这样的公司呢 也不过投资几千万而已 而这些年轻人为了梦想创造的作品 一旦有一不是爆款 就可以赚回所有的投资 这就是中国动漫崛起的资本逻辑 这对于中国的动画人来说呢 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在中国票房高歌猛进的时代 从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 再到哪吒之魔童将士 国产动画不断刷新着资本的期待 也为中国动漫呢 真正崛起呢 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储备 在今天中国动画电影主力有三家 分别是追光动画 十月文化和彩条屋 除此之外呢 还有北京诺森 广州异动 华强方特等一大批 有着良好市场基础的动漫公司 正是看到了中国动画的崛起势头呢 国内的五大影视巨头 国外的华纳 迪士尼近些年来 也纷纷开始投资国内动画电影 所以只有资本的加持 中国动画的梦想才走到了今天 很多人总是看到一部动画电影 有了高票房 就说国产动画崛起了 小强在这里可以负责任的说 这一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一方面呢 中国的动画电影 还需要专业的制作人员 和完善的制作流程 行业的基石呢 根本不够牢靠 最重要的是呢 中国的电影行业 不仅是动画啊 是说整个产业 还远远没有达到产业时代 仍然停留在作品时代 你可以有一部作品 取得全球票房第一 但一定会因为 没有产业化而后继乏力 另一方面 资本在中国究竟会怎么样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呢 我觉得还没有一个定论 如果没有资本 就没有改革开放取得的 这些成就 就没有基建狂魔 高楼大厦和万家灯火 更不会有什么国漫崛起 但是这一切呢 都可以在几年内被颠覆 从团灭教培行业 没有引起任何的反抗 就足以说明 整个社会对资本的态度 如果没有了资本 目前改革开放 所获得的一切成就 都会消失 等着这个国家的呢 很可能是一个 暗无天日的未来 为什么谷歌的人工智能 原宇宙的Meta OpenAI的ChatGBT 芝加哥动力的机器人 特斯拉的航天船 可以从梦想变成现实 并不是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聪明 而是得益于资本的力量 完备的市场制度 和企业家精神 这样简单的事实呢 今天却仍然在中国会遭遇争议 足见我们眼前这条路 有多么的难走 正是在如此悲观黑暗的环境下 更显得深海这部电影难得可贵 就是这些可爱的 可笑的中国动画电影导演们 一步一步一步的画到了今天 我也不知道呢 中国动画什么时候会崛起 但是武汉青 田小鹏 还有饺子 这些疯狂的中国动画导演 给了我一个美好的期待 也许 这群疯子们 终究会画出一个美好的明天 接下来呢 我们聊一聊有关深海的最后一个话题 自从中宣部主管电影局之后呢 中国电影市场可以说遭遇到了全面的寒冬 这个寒冬从表面上看呢 是因为疫情票房少了 影院倒了 但是从本质上说呢 却是从创作层面摧毁了中国商业电影的根基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今年的春节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去年的春节党呢 还有一部奇迹笨小孩 打着这个庆祝改革开放的旗号 拍出了一部现实主义电影 今年的春节党呢 普通电影可以说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都没有 唯一一部关注到现实的电影呢 只有我们今天聊的这部动画片深海 今年春节党结束后呢 国内到处充满了这个乐观情绪和溢美之词 67亿的历史第二高票房 好像让所有的中国电影人找到了春天 但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业人士 我请大家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 今年的高票房是怎么回事吗 疫情三年 今天大家终于可以不戴口罩 自由的走进电影院 有这么一个报复性的票房 很难理解吗 疫情三年 很多电影从立项到夭折 能活到今年春节党的 都是种子选手里的种子选手 大家忘了去年春节党都是些什么烂片了吗 所以取得这么一个票房 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庆祝的 反倒是在这种高票房下掩盖的很多问题 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通常说来 电影要从艺术技术表达三个层面来进行创作 艺术和技术我想大家都懂 那表达是什么呢 表达就是导演希望通过镜头想跟观众说的话 这也是一个导演 为什么要拍摄一部电影最原始的动力 如今呢 中国大荧幕上所有的表达都变成了正确的废话 而导演真正想说的话呢 只能通过夹带私货偷偷摸摸的露一个尾巴 就像我前面分析的前面几部电影一样 如果不是像我这样的从业者和影迷 普通观众又有几个能看出来导演藏在影片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流浪地球 在大家眼里就是特效加战狼 满江红 爱国加战狼 无名 抗日加爱党爱国 我想大部分观众看完这些电影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些空洞的主题吧 在这些主题里 有让观众对当下的生活提出思考吗 有为观众提供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吗 有导演对当下对社会要表达的观点和偏见吗 技术可以被复制 故事的讲法可以花样百书 但是电影唯一不可能取代的价值就是其中的作者表达 正是由于普通电影里作者表达的消失 让中国动漫电影显得格外显眼 最近几年 中国的动画电影没有松 这批7080后的导演们 用动画这种形式扛起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大旗 在《雄狮少年》里 导演描述了底层少年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 在《大护法》和《妙先生》里 导演严肃探讨了制度的邪恶和奴化的国民性 在《哪吒重生》里 导演表达了高层对于底层民众的无视和剥削 在《杨检》里 导演表达了权力对于女性的压迫和污名化 而在《深海》里呢 导演表达了对离异家庭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 刚刚火遍B站的《中国奇谈》 更是借助鬼神表达了各种对于现实的关注 可以说动画 就是我们这代人独有的表达方式和抗争方式 最后呢 我想用影评人子哥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期节目 电影的质感还是要从现实中挖掘 从再造现实的光影中呈现 最终被独到的眼光所看见 最后的最后 还是要呼吁大家 电影还没有下架 深海 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相信它一定会带给你一场无与伦比的奇妙旅程 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观赏 我们下期再见 少参与三钥 少参与三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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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少参与三钥 便 少参与三钥 骑 十三钥 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